你跟多年前相比真的是 變很多欸我覺得 你也多了兩條眼線啊 這樣蠻漂亮的對不對 他們是不是很期待露點 他們一直在翻翻很快你知道嗎 他們就是在看露點 他們在等露點啊 我其實在身體的每一個部分 都維護得很好 就是一些顏色範圍 就是你說大家還沒看到的東西 還啦還啦露點啦露點啦 在這幾年的網路世代啊 我覺得宅男女神這個詞 基本上是非常的廉價 這個詞呢跟網紅 網美 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說呢一個女生 只要你長得夠漂亮 然後身材火辣 媒體想要介紹你的時候 他懶得幫你想稱號 他就直接叫你宅男女神 所以被叫做宅男女神 並不是什麼很困難的事情 但是很困難的是 你要長達很長一段時間 都可以被大家關注 都有話題 然後你都可以維持著 就是宅男女神的這個封號 因為畢竟 我覺得全台灣目前 就是曾經被叫過宅男女神的人 大概有兩三萬人喔 我們今天呢這一位來賓呢 我覺得最厲害的點 在於他從2012年 就被媒體關注到 然後持續到2019年到現在 每年他都會有一些新的話題 新的作品之外呢 甚至在去年 我還看到他上了台灣的政論節目 非常的跳動 除了上了政論節目之外呢 他還可以把某些政治人物 墊得牙口無言 邏輯非常的清晰 所以今天我也是有點小緊張 這個有沒有像 我們台灣的土地公 掌聲歡迎我們的伊莉鄭家純 董妹你好 鎮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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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個莫非是 要送我的 是這是2018年 最新的寫真書 太純了 很純很純 這批很純 嗯 可以可以 謝謝 他們很常問我說 Jomay你做這行這麼多年 你一定看過很多網紅 很多網美 哪一個是最漂亮的 我都說是你 謝謝 謝謝 那女朋友咧 女朋友 喔 她是我 她是我最愛的 喔 好 最愛的 最愛的 不是最漂亮的 我覺得另外一半 另外一半不一定是要最漂亮的 因為我覺得 不行 在男人心中 最愛的那一個就是要最漂亮啊 那等等幫我咖掉 不要 你再問一次 你再問一次 Jomay 人生中最漂亮的女人 你認為是哪一位呢 其實想想 還是咪菲娜 應該是媽媽啊 喔 是嗎 真的是失敗 你真的不孝子 好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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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就 欸我剛剛稍微翻了一下寫真集啊 我發現你沒什麼變 因為其實 我不知道伊莉還記不記得 我在很多年前 就有見過你了 我18歲的時候 欸你竟然知道 Diablo 3 欸 你真的知道 在一個地下室一樓的網咖 我剛剛都沒有嘴耶 你竟然知道 2012年 給大家看一下 欸那時候我好瘦喔 我那時候也蠻瘦的 有嗎 所以你這個時期比較瘦 我那時候身體是比較瘦 不過那時候的臉是比較硬而肥 那個時候我們辦了一個 暗黑破壞神的美少女的選拔 你是第一名 然後2012年剛剛好是你 算是出道的那一年嗎 對 因為雞排妹的這個封號爆紅的開始 然後 後來這個我覺得你應該都記不到 2015年我們還有見過一起 電玩 電玩 美女 什麼美女愛玩 GAM 你怎麼會記得啊 因為那是我主持的節目啊 沒有那不是是我主持 那你記錯了 是另外一個 你們沒有發過酒杯 是這個 你完全沒印象對不對 你現在是不是進入到那個啊 空白 天啊 我 你應該忘記了對不對 是那次耶 但是我在跟你講一個 中間的橋段 看你有沒有想起來 我們請這些正妹來 無非就是想要增加收視率 是 然後呢 你那天其實我覺得你算是很有誠意 你穿的這件 就是 是有 算有誠意 然後中間一個休息的一個破口的時候 我們的導播就走進來說 那個雞排妹不好意思 你可不可以把那個衣服再拉低一點點 然後 然後我就看你默默的把它拉高 好好笑 那時候我就旁邊看 然後就 其實我一直都蠻奇妙 我拍寫真集 一直想表達 並不是 為了男人愛我 而脫 而是我自己想脫才脫 就是你自己覺得 對 那個情境 或是那個構圖是你喜歡的 你才脫 所以像剛剛那衣服的事情也是 我自己想要穿那件低胸小背心 所以我穿那樣過去 那你嫌不夠 你就好再拉低一點 我反而要再拉低一點 你個性會比較這樣子對不對 那很多寫真集都 你會不會覺得 一直在那邊吃香蕉 跟吃冰淇淋很可笑啊 吃香蕉跟冰淇淋 我覺得很好笑耶 還有刷牙也是很經典啊 對啊 不懂然後就是還要留一個那個下 對 我有 我有拍過那一種 你不覺得 你在拍的當下 你不覺得荒謬嗎 還是你就覺得沒辦法 我也覺得荒謬 可是通常有那種畫面 都不是我自己設計的 所以 就是他們叫你做就 就 配合一下 你就配合一下 當工作啦 當工作 當工作 然後冰淇淋的話 就是希望有那些白白的可以 藝營一下 還有牙膏也是 但是 就大家的想像力 就是一直都放在冰淇淋跟牙膏 其實應該是要用牛奶 對好像有人會用牛奶 會潑 我有 我有用過牛奶 妳好像有 妳好像潑身體 沒有 我是喝 然後就直接就是流下來 所以妳覺得牛奶比較逼真就對了 牛奶比較好的 原因是他比較大範圍 而且你若只特寫胸部那一塊的話 會看起來很像屁股 有一種很奇妙的 視覺衝擊 那因為我們一直在講寫真情 其實我有看到一些媒體採訪妳啦 因為大家就問妳嘛 畢竟妳寫妳現在是沒有漏點的嘛 喔 對 對 然後 我看過妳曾經回答妳是說 要妳漏點 除非就是 知道自己得了絕症 不得了 因為其實我 我是處女座 B型 所以我就是一個 就是對自己非常嚴格的人 喔 於是我其實在身體的每一個部分 都維護得很好 喔 就是一些顏色 就是妳說大家還沒看到的東西 而且妳今年是25歲對不對 想要說什麼 好好講 女人 女人的巔峰 就是25歲 我是這樣覺得 因為24 25這個年紀 剛好是女生開始有點知性 但是她還在青春的感覺 就是她兼具了 沒有我已經被演藝圈消磨到 到現在看起來 那好啦消磨錢拍啦拍啦 露點啦露點啦 那我是真的覺得就是我在等一個合理的 機會跟藉口 但是 礙於 我希望有家庭 就是 我知道我的人生一定會有婚姻和 育兒這件事情 但是 結婚是兩家族的事情 對 所以自己的職業 並不是只是對方皆未接受而已 還有妳還要考慮她的 好兄弟啊 青梅竹馬 她的家人啊 什麼 三姑六婆 都要考慮到 就是結婚結下去 就會瞬間從一對情侶變成三個家庭的故事 因為 兩個家庭 然後自己又組一個家庭 對啊 所以 就我 思考了好幾回 就真的只剩下我自己得絕症 來日不長的時候 才可以去拍露點寫真集的耶 你這樣講到我也不方便再繼續比你了 對啊 好 那接下來要進入到一個 我個人非常期待的單元 連我自己都沒看過 因為你拍了寫真集嘛 那我們製作文 我們就想了一個特別企劃 拿你的寫真集去給老阿伯看 所以我們就去龍山寺 老阿伯 找了一些就是比較有年紀的阿伯們 看你的寫真集 然後看他們的反應 好啊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雅哥我們看一下這個感覺怎麼樣 哦 漂亮的美妮啊 美妮啊 哦 大家都很漂亮的喔 其實大家都很漂亮 他笑得很開心耶 哦 你看 哇 妳還弄一隻喔 你看 哇 妳還弄一隻喔 哇 那個舌頭 哇 他這本書很多 他應該舔舌是不是 這一張就很自然 好 淋一下牛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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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很像 對啦 有了不就不一樣喔 都像丟丟 這麼漂亮的對不對 他們是不是很期待露點 他們已經在翻 翻很快 你知道嗎 他們就是在看露點 他們在等露點 而且穿滑 這張 這張紅腕 他手放哪裡耶 我第一次吃到豐滿的 台語 我笑得很開心 我覺得他瞬間年輕了 不錯啊 經濟比較漂亮 比較辣 每個人選的不一樣 我妳要在看 我先看一眼 最紅的 哦 都美妮耶 美妮喔 都幽黎的 妳要看這個嗎 妳繼續看得好 妳繼續看得好 要不要看一下 我... 看妳看嗎 還沒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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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我才五位 精辟 大哥 專業 哈哈哈哈 沒力度 哇 這張很漂亮 這張啊 藝術眼光看不太漂亮 對喔 我們老實說得對 一天不錯 好 來 來來來 來來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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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進進 拿給你 拿給你 很害羞 沒有啦 真的很難怪啦 讚啦 這張 這張有漂亮啦 哦 哇 這張也漂亮 這張 這張這 這 這太... 太... 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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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講 他...他真的有在懷孕嗎 他真的很認真耶那個 那個 帥路這個 還不再說 他還不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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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辦法摔掉 年輕不要留白 看一下 怎麼很像在賣那個 雜誌的油膩 對... 年輕不要留白看 沒辦法 還看著 好笑在忙裡 這樣可以 這樣有夠了 有夠了 有夠了 我看之後 等一下 好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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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 讚 讚 哦 讚 哦 保重讚 哦 讚 哦 他們很用心耶 超厲害 我們是第一次 不是我自己出外景 他們自己去出外景 就是為了讓我也不知道他們有什麼反應 所以你對於就是 阿貝們也蠻喜歡你的 有沒有很驚訝 這個是當然的 這不用驚訝 我有一個說法是男人是專情的 我們不管到幾歲 都是喜歡二十歲 對 對二十就是那個 那個我們的手背範圍 永遠就是那樣 是是是 可能女生可能會變嘛 你們一開始喜歡大哥哥 後來 會跳來跳去 有時候喜歡大樹 說喜歡撒鮮肉這樣 那你現在應該是比較喜歡大樹吧 跟年紀差距大一點 有個問題是 會被逼著要結婚 對 三十幾歲的男生還不會被逼婚 可是 你如果先 快要四十了 快四十真的會被逼婚 對 因為畢竟我十八歲 如果大我十五歲的那個區間 三十幾歲是正開心的時候 可能在工作上 對 小主管啊 過得還滿安逸的啊 生活上面也 沒有缺什麼 開心心的 然後有三碗水 對 所以現在要找可能會找 一樣還是三十幾 就要下修啊 對啊 要下修是很難過的事情嗎 你為什麼這樣 小鮮肉也很好啊 不是下修有個問題是 因為畢竟我比較早出社會 你心智年齡感覺得出來 我曾經有出過一個很大的包 在媒體面前講說 我不跟22K的男生交往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記得這個新聞 我記得這個新聞 但我忘記是你講的 那是我二十歲生日的記者會 然後記者當然就是 每一次都會問說 你的理想條件是什麼啊 對 然後我真的是很認真 很真心的說 我不會跟22K的男生交往 因為如果還在領22K 代表他剛出社會 他是沒有辦法理解我的壓力 跟我煩惱的地方 後面有講一段 對對對 所以是這個原因 對然後再來是 其實女藝人啊 工作或花費真的很兇 我們可能會為了 一場活動的出席 一身行農票就幾萬塊 那身為022K的男友在旁邊看 是什麼樣的滋味呢 我覺得價值觀要一樣 而且網友很多都會說 如果你不花他的錢他沒有差 怎麼會沒有差 男人自尊心拜託 這個之前我有看到新聞 其實這個報價我看過很多個啊 你自己PO文對不對 對 五天世界開價兩百萬人民幣 將近一千萬台幣 但是這個是伴友嘛 那伴友就是該發生的事情 全部都會發生 那你PO出來就代表 其實你是覺得很荒謬你是 對其實我 出道以來只要收到這樣的訊息 我通常都會發出來 兩百萬是你收過最高的報價 對自欣為 當然你可以說那個就是 大家自己喊開心的嘛 那就一個有趣的發文 和大家分享一下 博君一笑 我就有何不可 兩百萬 你想接是不是 人民幣欸 想接是不是 想接 一點個想接 不是不是這樣 趕接 你有沒有想像過你人生三十幾歲就退休 總是需要多存點錢嘛 我這個人有個缺點就是 對錢沒有太大於我 欸很好很好 真的 我蠻羨慕你的 我這我 我這我 對啊 好那說到這個五天四夜 雖然說花兩百萬人民幣 沒有辦法單獨包你 不過你之前是曾經自己開團 帶大家去日本玩 那一團聽說你跟大家最大通過 跟雞排妹共度一銷要六十萬台幣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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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來 不要試我名字 不要試我名字 不是不是那是不一樣的事情 睡覺的通鋪是我去年 留學的時候跟同學一起去滑雪 那剛好同行的都是男同學 然後因為你知道同學大家都很窮啊 要省錢睡通鋪 那晚上睡覺的時候有沒有就是熟 沒有啦真的沒有大家那 所以這是誤喘喔我以為是 只要報名那個旅行團就可以跟你睡到 差點報名 我有想過全部包下來 這樣不就跟你一起 那你有沒有想過 你目前是單身嗎 嗯 但是你又提到說 其實我已婚 大家都我老公 那來公布一下老公事 你就 開放留言 欸 好啦你現在單身啦 那你有沒有想過 但是因為前面說你其實蠻嚮往家庭 對對對 所以你肯定有想過說你未來另一半 嗯 所以認真講你未來另一半 你覺得有沒有哪些要點是 可能必要或是有的話會很好 脾氣要好吧 夠體貼 嗯 然後不依賴人 要獨立 要獨立 所以是不是也代表說你 你也很獨立他也會很獨立 對我是一個不想要天天講電話的人 你也不想要一直被跟 如果說是遠距離戀愛的話 一週一次 視訊就夠了 蛤一週才一次喔 對對對我是這種路線的 一週一次那你可以交七個男朋友耶 是不是 不是好不好 對啊 好多人舉手是怎樣 沒有沒有 我是真的其實 欸那邊都那個喔 你光是 光是這一個條件浮出來 很多人就沒辦法接受 一週一次真的我真的會覺得 會一直想 尤其是另外一半一旦條件很好 他當然會擔心說在外面會不會有其他誘惑 那我們來聊一下別的 接下來講的這個領域是我自己比較熟 因為你自己 你經營YouTube其實很多年了呀 其實當時是誤打誤撞 趕快叫我前輩 剛開始在經營FB的社群 但是FB上傳影片 就是很難上傳 畫質很爛 然後是很慢 然後於是就想說 欸那我就上傳到YouTube 然後叫大家去YouTube看 你這樣講我發現一件事情 FB從2012年到現在沒有長進耶 對 所以大概什麼時候開始上傳影片到YouTube 差不多2012的時候 就開始把影片都放到YouTube 然後叫大家去看 所以其實也沒有什麼 經營頻道的這個概念 那個時候YouTuber 也只有遊戲的YouTuber 對 而且我完全不會剪接 甚至上字幕根本沒有 就一直是 二三十分鐘的講話 我一個人對著鏡頭 而且那時候還沒有直播喔 而且你 可是你不會剪接 如果講到可能不太應該的東西 沒有啊 所以就都會變成很多新聞 你是不是都講一講暴走 那反正我也不會剪接 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 怎麼辦 就整個整幕片上傳上去了 而且我跟你講 最荒謬是 有一些影片是那個換衣服的影片 然後 就是那個影片 就是我在換衣服 我就會默默走到鏡頭旁邊換衣服 然後大家就會 看著那個畫面 沒有人幾分鐘 然後我又再出現 然後也不剪 那個畫面空景也不剪 就真的不會剪咩 我覺得你跟多年前 想比真的是 變很多欸我覺得 真的嗎 就是 我記得在 你也多了兩條眼線啊 這麼多年 我們就到這裡結束這個節目 耶 好啦謝謝雞排妹 我們的首周節目 會在樂福哥 周會在YouTube頻道 大家多多支持雞排妹的寫真集 太純了 直接去 太純了 直接去你的Facebook買最好 好不好 好啦那我們就謝謝她晚安 掰掰 丟你知道 那個台語的丟 丟 丟是什麼意思 丟 女朋友在丟 喔那我懂了 喔那我完全可以想像喔 就是 辛苦那些攝影同代了 對就是 好苦喔 就是你怎麼安撫 你怎麼解釋 怎樣都沒有 什麼都不要 對 丟 女朋友在丟 丟 就你沒有在丟 沒有知道 所以我們今天 會想盡辦法的 從髮型 化妝 衣服 鞋子 褲子 全部的都盡可能的打扮成一樣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有一系列的挑戰 騙過手機啊 或是騙過路人 或是騙過輕人 我接個電話 不好意思我接電話 我接個電話 我接電話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等一下 阿媽等一下 我去看一下畫面 然後待會兒再回來 就繼續錄好不好 欸媽